好 民进党喊出国会要过半 可是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来看看现在民进党说 要守住关键七席过半才有望 而有很多地方告急 包括高嘉瑜 赖品瑜 现在选情是不是拉紧爆了呢 我们先来看看高雄这一局 这个临时换人上场就是黄杰 他代替赵天龄 他说我已经跟赵天龄的竞选团队整合了 他上了周遇寇的节目 可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现在起步可能有一点点慢了 民进党的复选人士是这样讲的 他说现任是四席的激战区中 能不能够手下最少七席 这就是立院能不能够过半的关键 而台北市这一区内湖南港 我们知道高嘉瑜现在岌岌可危 赖品瑜在新北这一席 看起来也有一点点保不住了 黄杰现在看起来也很困难 其中最大的因素是郭贝宏 范律分裂了 过去有一些民进党的朋友说 郭贝宏他拿不到多少票 几百票几千票而已 可是恐怕跟他们想的不一样 有可能他会吸到更多的票 可是民进党也不希望他当选 宁可让黄杰落选 也不希望他当选 为什么 因为他是台独的 这个台派的一个非常 这个支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如果台派在南台湾的发展意图明显 民进党也不希望这样啊 民进党也不希望这样啊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赖清德对外都说 我不怕蓝白河 他们要和要分 我都不怕 可是是真的吗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受黄伟翰的访问 他说早就准备好一对一了啦 我有把握会赢 即便你蓝白合在一起 我都能赢 真的是这样吗 柯文哲也很有信心啊 他说我也不怕呀 如果是撒卡都 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surprise发生 包括他认为 台湾是个充满惊奇的岛屿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合作 他过去是医生嘛 在急重症外科 有时候呢 十几天太久了 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 都有可能 有惊奇出现 他在对他的支持者喊话 而侯友宜讲 国民党会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努力往前走 朱立伦今天对蓝白河的议题 暂时没有回应 不过吴子佳发话了 美丽岛电子报的总董事长 他说如果蓝白河最终没有谈拢 柯文哲是一定会出来选 变成撒卡都 或者是四卡都 他认为柯文哲的民调 一定会往下滑 不会拿到15%以上 而侯友宜在 中年人以上 四五十岁以上 占有优势 不过年轻票 很少 大概会流向柯文哲 如果两个人可以合是最好的 意思就说 一样啦 其实过去讲了这么久 合才会赢 不合很难赢 不是说没机会 可是很难赢 不过我们来看看邱毅委员 他放出了一个讯息 他说蓝白河要从哪里开始 这两个人开始啊 记得吗 两个大男人 食指紧扣手牵手 邱毅爆料 郭台铭跟柯文哲 这两天会先合啦 大家耐心等 这两三天就会合 合完之后 再来跟侯友宜合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可能 柯郭佩 柯文哲讲了一个话 耐人寻味 他说 郭台铭没有一定要位子啊 不要位子要什么 要李子吗 我们就不知道了 慢慢来看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所谓撒卡都 或者是一对一 或者是四卡都 到底谁比较有胜算 过去啊 我们看到谢长廷 跟马英九在2008年那一场 总统选举 谢长廷那时候拿到的票 已经算是很低了 算是地板了吧 楼地板了吧 他得票率只有41.55 那马英九拿到58.45的选票 所以如果我们从楼地板 往上看的话 赖清德不太可能会低于41% 也就是说赖清德可能会拿到42% 或以上 或以上 那么你要拉下赖清德 拉下民进党 你国民党如果要单独选 单独胜选的话 你一定至少要有43%的支持率嘛 那再也 如果侯友宜拿到43% 那意思是柯文哲跟郭台铭 只能拿15%评分吗 不可能嘛 你要气饱不可能这样气 反之亦然 很难啦 意思就是告诉你 你要自动发挥气饱这件事情 很难 很难 不管是嗑 气嗑 或者是气掉侯 都很难 来请教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民进党的危险区 不只有这三区 而且港湖那一区要救 其实蛮难的 大家都知道 另外两区确实还很难讲 可是还有很多地方 你应该救民进党现任的 那看谁有可能会掉 那看谁能保得住 比如说蔡世英不选 那蔡世英来补的人上得了吗 对不对 就文庭 因为应该要这样算才比较准 比如说嘉永昌不选 综合无增上得了吗 用这样来算 高嘉宇也是现任 赖平也是现任 赵天宁也是现任 就是要这样算 绝对不是只有七个 棋子七个 一大堆 所以你觉得他们选情不妙 所以他们期待蓝牌不要合 蓝牌不要合 当然他们就会认为民众党跟国民党一定会吵架 因为选举过程一定会吵架的 因为要比较 那吵架一吵开 就会生气 那就会说那我立委就不要投给你 就会有这种联动效应 对不对 而且如果是破局 那赖金德可能就一直维持领先 因为人家现在至少也有35 大概都领先你10%左右 所以他的看好度就会一直非常高 那到最后一个月赌盘也是一面倒 那就会造成有一些人就干脆不回来了 对不对 我干嘛跑那么一趟 反正你们也不会上 我总统就不想投 那立委这票也不会投了 是啊 就是这样 事实上2020就有这个现象 2020最后小英是57% 那韩国瑜是38.6% 那事后有人没有投 几乎都是蓝的 因为就认为韩国瑜不会赢 有人就没有出来投 是 其实这个 亮哥你怎么看郭贝宏这一局 郭贝宏 不 这一局就是郭贝宏的票很难估计 因为 因为他的那个进种成立 人真的蛮多的 那个媒体是写两万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立委 进种成立超过一万人的 那第二就是 坦白讲独派 还是很多独派支持郭贝宏 那民进党真的不想让独派在南台湾 南台湾攻下一局吗 不 那个黄杰的定位也是独派 所以黄杰主要考虑还是他年轻 对不对 所以不只是独派 他就认为独派都是独派 不过黄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同婚的问题 我认为长老教会 搞不好会因为这样支持郭贝宏 所以很难讲 就这一区坦白讲会蛮激烈的 赖品渝跟廖先祥也蛮激烈的 可是有一些区 坦白讲都没那么激烈 怎么没有在讨论 我是觉得 这个蓝白盒坦白说 时间也快要来不及了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慎重考虑 朱立伦提的第二个方案 实际上我今天也在网路上 看到有人在提了 第二个方案是德国方式 就是你候选人占一半 政党支持率占一半 因为这个只要民众党点头那就成 因为朱立伦已经提案了 日本模式当然 你看69比11 这个没有人会同意 这是事实 柯文哲说让3% 这个国民党面子也挂不住 国民党很生气 对 面子也挂不住 所以大家就都合理 站在一个同一个台阶来比 政党支持率事实上 民众党并不是没有赢过 政党支持率也是透过民调 对 事实上两个都是民调 我觉得朱立伦的两个方案 这个方案事实上就是民调决定 事实上就是民调决定 只是说他多了一个项目叫 政党支持率 因为本来国民党的立场就是认为说 国民党的组织的能量 你必须要加权 这个也是一种加权的方法 而且这个不像说既有的习次 既有的习次就大家都不用比了 因为你的习次就在那里 对不对 政党支持率就很难讲 因为有一些党如果刚在决体的时候 他的政党支持率会蛮高的 而且我也看了很多民调 民众党真的赢过 赢过国民党的政党支持率 有 我有看过 赢过 所以 不 这个因为坦白讲时间迎来不及了 你11月20到24要登记了 是啊 对不对 所以在讲说 那个柯跟柯是不是先整合 这怎么可能 先整合 对 邱义公 先整合 那柯是副手的话 你怎么跟猴整合 柯文哲不是讲 郭台铭不一定要有位子 不用当副手 不要有位子 那你如何让人家觉得你们整合 那郭台铭是跟你开记者会说 我完全支持柯是不是 那我不用位子 我以后当无任所大使这样子 拜托 类似 这个在处理上真的有困难 来 请教兵哥 当然 民党当然是希望能够 守住越多洗越好 而且最好还是能够单独过半 但是 现在其实关键局 我认为就是在蓝白河的 能不能出现 蓝白河如果能够出现的话 在野的世系大政 民党可能就会守不住 如果蓝白合不了 甚至合不了之后 彼此还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矛盾 互相都不想支持对方的人 那就是让民党全拿 我觉得看来就是这样 现在这几个选区答案都很拼 老实讲也没有谁吻赢或吻输的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廖先祥他现在也出现了 就是他家违贱的事情 他不是拆了吗 对 拆归拆 但是我觉得还是多少会有影响 所以你说他一定会赢蓝平渝吗 也很难讲 而且现在赖清德也是一直不断的 在帮蓝平渝拉台声势 至于说高嘉瑜这一席 我个人认为高嘉瑜应该是守不住的 在这种正常的状况下 因为无心带 看起来无心带现在可以拿到百分之十几的选票 那这样子高嘉瑜就根本就不用玩 因为过去黎晏秀跟他 其实差距本来就没那么大 那你现在有一个人分掉你这么多票 基本上高嘉瑜大概就选不上 那郭备宏这个东西 老实说因为他以前没有 没有在这个地方选举过 所以我刚刚有看到你们讲的这篇文章 非台北观点这个东西 他居然说郭备宏拉的都是陈美亚的票 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匪夷说事 这个在政治的光谱上面刚好是两端 对 所以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在地观察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所本 那至于说他成立的时候来这么多人 因为我听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个是说2万多人 另外一个说实际上才几千 不管怎样其实几千人都已经很多了 所以郭备宏也是有他一定实力的 所以到时候就看他 真正吸到的是谁的票 他到底是吸到中间选民的票 还是吸到胜率的票 这个就看 不过我是个人认为以郭备宏的光谱来讲 他应该是吸到胜率的票才对 理论上应该是 对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在地观察 但是郭备宏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至于说赖兴德在那边口口声声 上伟下的节目讲说他不怕蓝白河 你不怕才怪 我觉得他不怕才奇怪 他如果你知道 如果不怕蓝白河的人 通常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 他们要合 好恭喜他 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有人要合吗 对 应该正常是这样 因为你根本不在意这件事 实际上他非常关注这件事 他一直不断的在看 然后一直 然后如果你都认为蓝白不可能合的话 那你在担心什么 对 就表示你心里头还是害怕 只要有一丝蓝白可能合 赖兴德都会担心 通 对啊 所以 通 老实讲 我觉得讲这个话 没有人会相信 好幼稚喔 对啊 你说你根本不怕蓝白河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所以现在关键就在蓝白 到底能不能合 我说真的 对我们这些局外人来看 我觉得用什么方法都OK 重点就是你们大家能够接受 能够合就好了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 对 随便你们要打一架也可以 无所谓 拐杯啦 我支持用拐杯的 这个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大家要真的愿意合 而不是那种很勉强的合 或是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心结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发挥出 最强的效果 因为你不要到最后硬核的时候 你两核合起来一加一 一加一变成1.5 甚至1.2 那不是更惨 对 所以我觉得蓝白河 真正的关键是在 大家都要放下一些心结 目前为止 好像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放下 但今天朱一伦讲一个很奇怪的话 他就在各家媒体赶快去做民调 做什么 做民调 做民调 他说你们这各大媒体 都可以去做民调 看是侯科 科猴跟赖销怎么配 他说你们都做民调出来 结果就出来 他觉得侯正民调比较高 我不知道 现在看起来好像朱一伦 突然之间又有信心了 我就不知道 我觉得如果朱一伦 是抱持这种态度的话 OK 那就表示还有谈的余地 就是双方可能是能够达成契机的 科也没有把话说死 科也说反正到最后关头 再来决定 问题是现在时间真的剩不多了 我们真的希望赶快决定 因为这场戏脱下已经很多人 大家都已经不想看 现在很多人已经听到蓝白河就烦 根本不想看 所以我觉得这一种心理的效应 他们自己要评估进去 好 来 请教杨老师 我觉得今天朱一伦讲说 大家赶快去做民调 民调公司其实都把这段时间空下来了 因为至少要五家 至少三天 做一千人也要三天 如果说超过一千人的话 那时间更长 我觉得现在蓝白河的时间点 大家就开始不要抓11月20号 因为实际上是登记到24号为止 20号是礼拜一 24号是礼拜五 所以应该是说蓝白河 接下来三个礼拜 我觉得这个礼拜 大家就会看 如果要民调或不民调 这个礼拜大家就很清楚 民调这个礼拜就会决定 礼拜四 礼拜五 因为通常民调三天 我们都讲最少 一千个人的民调三天 中间一定会夹一个礼拜六或礼拜天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就是这个周末 礼拜天 礼拜一 礼拜二 而且你要五家都抓到同一个时间 大家都同意的 然后因为我进行过 参与过民调 是 然后你如果真的要 这个礼拜天跟平日的中间的话 我觉得那个其实并不是办不到 但是那个就挤到后面的时间了 因此如果要民调 这个礼拜四 礼拜五以前 也就是接下来三天到四天 我们就知道答案 怎么民调 一定是全民调 以及政党的支持度 现在看起来 这个方向已经很清楚 只不过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减少它的误差 因为手机 视化 这都影响很大 多少人这也影响很大 谁来做调查的机构效应 这也影响很大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也就是你到了这礼拜五 你发觉到 蓝白河还是不知道怎么发展 但是没有再谈民调了 那就是蓝白河要用政党协调的方式 在下个礼拜来做出决定 那就是他们可能在协调 也就是正负 然后这个组阁 职位以及如何合作 一旦合我相信 双方都会合 因为这个都是对自己有利的 一定会大于1.5 我不知道会不会高于2 应该会大于1.5 但是这个礼拜就是民调 这礼拜没有民调 下礼拜那就是要政党协调 政党协调只有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柯文哲要不要做副手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朱立伦在前几天 当他提两个方案的时候 他做了一招我觉得蛮不错的 是什么呢 他把15个县市长 共同联署 这个就形成一个就是政党实力 大概不是真的在比 所谓的习次或者是说这个条阿咖 而是真正有这些实力的这些县市长 而且国民党这些县市长 有一些其实评价都还不错 那这个的确确是民主党这边所欠缺的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两天 他应该会在想怎么样接受民调 然后怎么样让民调能够吹动 然后怎么样来去说服他的支持者 一起来蓝白河 所以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都是关键期